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安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西安 我有票进去了 剩下的所有场子都是 我老婆进去了 您知道哈尔滨的零下 三十五度的外边 这两个小时是什么感觉吗 谢谢你 下次麻烦你买他的票好不好 他一直在外面我会心疼 金曲歌王任贤其去年九月推出最新专辑 在路上 一连前往多地举行巡回演唱会 行程相当紧凑 日前他在广州举办演唱会到点歌环节时 一位歌迷表示 任嫌其演唱会的票实在太难抢 因为只抢到一张 他之前都把票让给老婆 还曾在零下三十二度的哈尔滨外头站了两小时 我跟我老婆一半来的 老婆在哪里 老婆在下边的 你最常常唱哪一首歌给她听啊 我一般吵架给她唱心态软 吵架唱心态软 那吵完了呢 伤心太平洋 吵完了她就跟我说 出席就别回来了 这个老婆挺幽默的 刚开始北京 然后泉州 武汉 长沙 哈尔滨 天津 西安 我们都去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安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西安 我有票进去了 剩下的所有场子 都是我老婆进去了 他们老能在里边 我就老得在外边 您知道哈尔滨的零下三十五度的外边 站两小时是什么感觉吗 我对不起你 你下次跟我讲 我那个椅子坐在这儿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通过老大的演唱会 是 他也有所改变 他冬僵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 他改变了什么 就是他特别支持我 对于 看演唱会这件事情 谢谢你 你下次麻烦你买他的票好不好 不是他一直在外面 我会心疼 我不是不给买 是实在抢不着